来自全国各地的诗子会齐聚花莲 中秋节这一天带着物资 发放物资给需要帮助的家庭 现场许中会表示 感谢来自全台湾各地的诗子会齐聚花莲 在廉价期间可以把温暖送到花莲 给需要关怀协助的家庭 为了在中秋节能够让经济边缘户的家庭 能够感受到来自社会的温暖 国际诗子会300CE区吴坤及医师 邀请来自全台的国际诗子会师友 齐聚在花莲捐赠物资给需要的民众 他的卫生室就在旁边 他妈妈没办法照顾他 因为他家庭是这么的平准 等下看他的生活情境 这样子 他刚好是在我八起的一个房子的合并 然后就这样子 我也没办法有太大的力量 可是有一天我们觉得说 我们背里面必须要把他 他后来就开始学的用嘴巴 把他剩以最后的肌肉的盘子笔 涂的色料 把他涂很多画的画 来自己磨身 然后来卖画 县长徐真卫非常感谢来自全国的国际诗子会 来到花莲捐赠物资给需要帮助的家庭 而受到口族画家的启发 县政府社会处也非常关心这些需要协助的家庭与个人 我们也有接受口族画家的议定 他们一年要缴硬的画作是给世界口族 其他的其实在花莲有些艺术家沈亭建老师 也给他很多的画画上的指导 所以其实很多人的关系 其实让他心中越来越开朗 而且越来越走出来 我想这些的口族画家让大家看到 然后让大家也很信念他 因为这是一个大家生命互相努力的例子 人家说狮狮兽更有福 但是其实我觉得狮兽更有福 因为我们在一些这些地方对人家的时候 其实我们也得到了很多生命的力量 不断地珍惜我们自己健康的生命 在国际诗子会300C1区 吴昆吉医师的邀集 包括台中不会诗子会 花莲中山诗子会 回南诗子会等等 大家一起将爱心关怀给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记者林杰售丰相采访报道 果赞 诗子会